好 这一回为了杜绝黑心可塑剂 卫生署要求五大类的食品厂商 必须在5月31号之前 也就是D-Day之前 要提出合格的检验捐名 否则必须要统统来下架 好 现在很多厂商急得跳脚了 说要验至少也需要七天 根本来不及 高达九成的厂商 最后只提出了声明稿或是切结书 来代替检验报告 让卫生署长登场也傻眼 所以声明书可以吗 目前我想时间还有一天多 强调距离D-Day还有一两天 卫生署长邱文达似乎有点尴尬 特别许试大卖场 仔细查看五大类食品 是否都附上检验合格证明 没想到有厂商拿声明稿来替代 让邱署长当场赏免 声明书可能会 方面可能会加强一次 这我买买在请厂商 回过头赶紧跟公关交代 文件还得再补墙 因为仔细看 卫生署要求的是这一种 正式检验证明 上头详列六项可塑记检验结果 再看看厂商提出的声明稿或切结书 重点只有一句 绝对不含起云记 就算他保证 问题是你没有正式的检验报告给我们看啊 这个就是讲一讲 这个谁都会写啊 夸张的是卫生署要求五大类食品 包括运动饮料 果汁 茶饮 果酱类和胶状类都得提出检验报告才能上价贩售 但卖场算一算总计六百多样商品 其中九成都只教切结书 现在检验是用塞车 如果我们叶者赶不及的话怎么办 我想应该要先下来 还是要先下价 但看看便利超商的饮料柜前一份检验报告都还没贴出来 另一家超商也只贴出政府公告 厂商叫苦连天 卫生主想靠D-Day断绝黑心可塑记 行不行的通面临考验 昨天新闻 杨津铭泛昔鱼 S-Trump 台北才能报告